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嫂嫂 师叔今天回来得好早 衙门清现想着哥哥 所以回来看看 来 谢嫂嫂 来 我自己来 叔叔寒冷 桌上有酒 叔叔何不吃一杯 等哥哥回来 一起吧 哥哥 为何还不回来 哥哥为何还不回来 好 哥哥 让你来 叔叔 叔叔这是怎么了 敢是奴家的衣裳做得不好 叔叔这神情 到此见了病瘟子 山霄子 嫂嫂莫乖 嫂嫂突然上来 我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故而唐突 王嫂嫂原谅 原来如此 嫂嫂 叔叔 叔叔这是怎么了 我儿自己去世 何必劳烦嫂嫂 好 叔叔若是去了房里 奴家自是不好 再进去看了 不如就在这里换了 光天化日的 岂不方便 嫂子说得对 我儿是个族人 先考虑了 叔叔 是真真私无邪的人 青蛇 紫人 他怎么不就 这把他放在哪儿 你能虑 他把他放在哪儿 把他放在哪儿 你把他放在哪儿 你把他放在哪儿 你把他们放在哪儿 你把他放在哪儿 你就也放在哪儿 然后再放在哪儿 你把他放在哪儿 松一点的 叔叔穿起来舒服 嫂嫂 这样便好 当时李坐下还觉得挺狂 如今叔叔穿了 才发现这衣襟的颜色有问题 叔叔喜欢什么颜色的 叔叔 想必是奴家针脚活败坏 叔叔嫌弃了 等过两日手头宽裕了 便于街上找裁缝 与叔叔坐 嫂嫂多虑了 大郎回来了 哥哥回来了 兄弟 哥哥回来了 兄弟 好大的雪啊 今年一定是个好收场 雪大就早些回来 今天卖不了 明天再卖也一样 好 现在家里有叔叔补贴着 不必再那么拼命了 是是是 大姐说的事就听大姐的 对了大郎 你看 我给叔叔做了身新衣裳 天冷得这么厉害 叔叔的行李真是太少了 大姐真是好臣线哪 哥哥 方才叔叔还觉得不好呢 大姐这些日子才给我做了一身 就十分的好 好 奴家就怕做不好 委屈了叔叔 叔叔现在是关崖的人 做得不好 让人家见得笑话 怎么会呢 嫂嫂 你说差了 不认识 吴松 德兄早如此关怀 那别人是羡慕都来不及啊 当真 自然是真的啦 对了大郎 你看 叔叔的衣裙颜色有差池 你说 用褶食色会不会好一些 大姐喜欢用什么颜色 就用什么颜色 是大官人呐 黄甘娘好 大官人呐 你看 我还没给您赔不是呢 您倒给我送个大礼来 哪里 大官人 快进去暖和暖和 您这是要上哪儿啊 来 坐 那就生寿王甘娘了 来 坐 坐 官人 来一碗姜汤吧 大官人 来 喝茶 大官人 喝茶 您请 干娘 上次答应要送你一匹段子 总是忘记 今天记得了 等回去了 就叫人给你送过来 官人 那艳色的老身可销售不起 就挑个酱色的就行了 是是是 干娘 你说这明艳的 谁能派人用啊 大官人 那艳色的 您自有用得着的地方 干娘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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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娘 剑碧这个娘子 是谁家的小妾 怎么看着有点面生啊 是面生 您来我这许多回 也是头一回见她吧 王日都是我瞎了眼了 这才看见 大官人 并不是你眼瞎了 这小娘子啊 在这儿住了有一阵子了 就是连我见她的面啊 也不超过一巴掌 娶了她可真是福气啊 确实谁家的 她呀 她是阎洛代王的妹子 五大将军的闺女 说不得 我跟你说正事呢 希望跟我风银风鱼的取笑 怎么是笑 我说的都是实话 实话 实话是什么 大官人怎么不认的 他相公就是街上卖 卖首识呢 莫非是卖枣糕徐三的老婆 要是她老婆 也正好是一双 银担子李二哥的老婆 花胳膊陆小蚁的老婆 大官人 你再猜 有什么好猜的嘛 猜对了有银两吗 大官人猜对了 不但没有银两 还要拿出些银钱来 好 那我就告诉大官人 让大官人笑一声 他相公啊 就是那街上卖吹饼的 五大郎 啊 干娘 莫非就是人称三寸钉 古树皮的五大郎 正是他 我 这么好的一块羊肉 怎么会掉到狗嘴里去了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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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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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兄弟在 既然够用了 何必那么辛苦呢 就是有叔叔在 才要多慢一些 往日你出去吃人讥笑 如今叔叔来了 谁还敢啰嗦一句 这都是叔叔的好处 你与叔叔难得相见 叔叔人又善 不住在官府住在咱们家 总要服侍妥贴了 才对得起泉下的爹娘 那些补贴不补贴的话 是说给叔叔听的 是客气话 你自己怎么反到当真了 大姐真是个会议的人 这大雪天天寒地冻 那些熟实挑子都不出门 白狼忙到街上 就我一个 轻刻别卖光 便去找人给兄弟说亲 提亲 是叔叔托你说亲的吗 兄弟都这么大了 在心上好歹是个人物 大火英雄五多头 说出去啊 谁认不知谁认不晓 哥哥娘子在柜里头盼着她呢 只是一个人孤苦伶仃地 又要过这新春 你说我这做哥哥的 怎么能不管呢 瞧你说的 什么叫孤零零的 不是还有我们吗 我们是哥哥 是嫂嫂 怎么比得了 这暖床头的小娘子啊 走 翠黎啦 鱼杆来了 我欠去了 翠黎 翠黎 坐 田生 牲 青 龙 你 好 好 一大早就在那矮子家 转了七八圈 且我勾着他 对不起啊 没事没事 黄哥娘 两盏茶 是西门大官人的 大官人就来碗梅汤吧 最好的暖暖的 多加些酸 放心吧 老身家的梅汤绝好 暖暖的酸酸的 好茶呀 干娘 记得你有个儿子 怎么最近不见了 说不得 自从跟人家出去了 至今未回 也不知道是个死活 干娘跟我见外了吧 怎么不叫他跟着我呀 大官人 您抬举他了 等他回来 叫他跟着我吧 那老身可知您的情了 干娘 你这梅做得好啊 屋里面藏了多少啊 老身做了一室的梅 可惜是个女货 哪儿讨的一个在屋里呀 干娘 我说你这梅汤做得好 你跟我说做梅 差了多少啊 我以为大官人说的是 做梅的事呢 好 干娘既然喜欢做梅 那也就给我做一次梅 只要说得好亲事 我自会重重地谢你 大官人哪 您说什么呢 您宅上的大娘子 要是知道了 那时候 老婆子这脸蛋子 可吃不起耳瓜子 干娘 我家大娘子 人是极好 极会荣德人 原来跟我说过几个 在身边 只是我自己不重意 干娘 若有好的娘子 给我说一个不妨 就算再嫁也好 只要我重意 再嫁也不妨 实在不妨 老身倒是有一个 就是不知道大官人 重意不重意 岂能不重意呢 只要干娘与我说成 我自会重重谢你 长得嘛 倒是十二分人物 就是岁数大了点 便差一两岁 真正不打几 属虎的 今年九十七 你这个疯活子 你这个疯活子 跟你说正经事呢 在这儿跟我扯着 疯连取笑 拿起来 爸爸 方法 逼我 兄弟都这么大了 在线上好歹是个人物 打火英雄五脱头 说出去啊 谁认不知谁认不晓 哥哥娘子在柜里头盼着他呢 只是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要过这新春 你说我这做哥哥的 怎么能不管呢 哥哥娘子在柜里头盼着他呢 我们明节 由不得自己 只能有庞人了 这瓶子 还不安 看了 这瓶子 我感觉 我感觉 你的这瓶子 因此 你的那银子 你 什么 你可以 你 自己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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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